我剛進來之前我就有想到說 他的強度其實就那麼強了 10點半上班還有5點半下班 太棒了吧 工作的狗派太多了 我不能接受 有很多血的心情 準備好新鮮的肝 還有一顆長大的心臟 歡迎收看傑哥不要我是傑哥 我們今天就要來進行最殘忍的 實習生告別 快問快答 簡單講就是我們今天兩位 只要有人社群過的實習生要畢業了 就是要從我們這邊離開 結束他們的實習了 那有沒有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來這個大家應該有看過啊 CINDY 嗨我是CINDY 我是台大公管系的 我是冠榮 然後我是台大國企系畢業的 好那今天其實就是 因為很多人想要了解 我們公司的實習計畫到底在幹嘛 所以透過就是訪問一下 這個兩位實習生 人之將只結也散了 所以走之前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第一題 你們怎麼進來的 面試 廢話 不是嗎 首先怎麼樣發現我們 哦IG啊 所以我們在訪問 謝謝 好噴死 好那當時 你還記得面試在幹嘛嗎 要從頭想一個提案 很可憐 就現場為了考試 對 當時你們兩個 應該都有經歷比試一關的 面試有現場考題 對一小時 簡單講就是 我們蠻希望在面試的過程中 真的知道他 這個面試者的臨場的反應 因為其實社群蠻需要 很快速的就有一些 有些想法出來的 所以就算當下 你可能沒有想出很厲害的點子 但當下這個邏輯 都要蠻清楚 你還記得當時面試有發生什麼 有趣的事情嗎 有 他叫我講泰文 因為他在履域上寫說他在講泰文 你只要寫在履域上 你就真的會問 所以 真的不要亂寫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看你講的很大 你就真的不要寫 我還想出來耶 他有講 那個講的還蠻綠的 所以當時印象蠻深刻的 冠榮你面試有什麼 厲害的表現嗎 我應該沒有 好悲觀的意思 我們當時對你的印象就是 這個人過度有禮貌 他面試的時候講話 其實有點像現在 就是會很拘謹 他至今人是 你待那麼久了 你待了多久了在這邊 五個月啊 五個月還是這麼拘謹 有很拘謹嗎 我覺得蠻拘謹的 聲音都在發抖 我都會講說黑頭聲 他曾經被說他打的文字是 公務員體 公務員體就是對 很認真啦 很認真 第二個問題 來這邊之後 你們做了哪些事情 很多耶 哇 你是講得出很多 不是 那很多面向 好那你大概分享 有哪些面向 就成為了一個PM 然後還有一起參與自媒體 YouTube跟IG 然後社群動 如果他大概分 大概是這樣吧 OK 你呢 主要就是貼文發想 然後其實也是跟Sindy 一起在自媒體 自媒體 就是 IG跟YouTube 然後另外還有社群動的部分 然後幫大家一起想 Idean 很開心啊 你是想說 想我一直不講話的話 怪物會什麼時候 會開始幹掉 馬上 馬上 不行 實際上你們做的東西有被用 有 有被用 大量的被用 用到不行 對 用到不行 對 用到不行 有被改嗎 當然有被改 被改到不行 對 有被改到不行 其實我們公司的11生 基本上都會實際參與裝啊 所以你們兩個參與的裝都是 就是真實公司接進來的案子 當然有比較資深的PM會帶你們 但是實際上你們想的點子 甚至想的campaign 其實基本上都有被執行 反正80以上都有被執行 當然就是很多時候會需要PM 給更多一點意見 去調整這個點子的方向啊 去改一些東西 那應該蠻多人都很好奇 就是你們會接觸 比方說接觸客戶嗎 就是因為我剛好有很幸運的 當到某個案子的PM 所以就會 算是直接對到客戶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比較幸運的話 也會有mentor或司節 會帶我們去開一些外部會議 就可以見識一下 真的跟客戶在 參與事情的時候的場面是怎麼樣 我的話其實跟剛才的心理講差不多 就一直聽著我會害羞 對我 差不多你也蠻常被帶去外面開會的啊 對啊常常被帶出場 對 OK的OK 好來接下來 什麼時候你們最相識 做提案的時候 做提案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改很多次 然後提案快到了 然後又是半夜 就蠻相識的 但這個經驗沒有到這麼多吧 沒有啊就是一次啊 OK 提案的時候最相識 等一下 提案跟小鐵文 現在也算 小鐵文 為什麼會覺得小鐵文這樣子 因為常常會覺得 自己想到的idea不夠棒 就是可能只會想到平平的idea 然後就會常常失眠 現在我覺得 兩位都是表現得很好 石醫生 我覺得啦 當然對於學生來講 可能跟你們在學校遇到的強度 確實是有些差別 當然第一個就是時間壓力很大 且這個時間壓力是帶著錢的 就是如果你這個時間點沒有給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違背了你跟客戶的合作關係 所以他的緊張程度 確實不會像是 我一堂課沒交報告 了不起就是被當 被當的時間會怎麼樣 像你也被當過 我也沒當過 被當的哪一顆 要不要跟你的講超過 我也經歸 沒有啦就是 確實他 他基本上 石醫生在我們公司 是會經歷到真實的職場 對 所以那個壓力強度確實蠻大 但正值的壓力還真的是大 大很多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其實不大會讓 石醫生去面對 比方說客戶的攻擊 或是客戶的反問 那很多時候這些客戶的應對 會是正值要去解決 比方說 我想了一個點子 但被客戶改了太多次 這個學戶改可能不見得是合理的時候 會是正值要去面對這樣的挑戰 但你們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應該已經比學戶的強度 大很多了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進來之後做了這麼多事情 跟你們一開始進來的想像是一樣的嗎 一樣地方自己工作內容 我覺得蠻差不多 就是 當初進來就想要 看看代理商的生態 就是跟我想像代理商的生態 像是蠻像的 但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本來其實沒有想到會 強度這麼的高 我本來可能因為他就寫 十點半上班還有五點半下班 然後就說 這太棒了吧 然後我還跟以前朋友還有同事說 我之後是十點半上班 五點半下班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你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然後我真的想太多了 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我剪掉 這間公司他有自由的地方 但同時 你真的想不出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需要好很多時間 去解開這些題目 其實我剛進來之前 我就有想到說 他的強度其實就那麼強了 OK 對 但是進來之後我覺得 更想到是會到尿濕精的程度 我沒有尿濕精喔 沒有嗎 到底 我沒有 到底那邊肚子 好 有沒有遇到什麼很震撼的地方 有 就是冰箱裡面的東西 過期五天拿出來 還是會拿出來 有還是這種類型的震撼 好對 我們公司有點怪 你又有什麼震撼的地方 震撼的點就是 公司的狗派太多了 我不能接受 所以你是狗派 我是毛派 好 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沒有讓你轉正式 沒有 不然要去當兵 我自己覺得 就是要進到這間公司 確實是要去適應一些 這些公司 個性過於強烈的 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在挑人的時候 還蠻看人格特質的 對 就是不見得 是最聰明的 或不見得是反應最快的 同時 聰明之外 其實那個 人格特質 放到這個團隊 到底適不適合 其實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蠻 蠻重視 蠻重視這一塊的 會透過聊天的過程中 去感受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聊一些 比較嚴肅的事情 你覺得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是 我一直很感謝 就是我可以從頭到尾去執行一個案子 這邊要放一個比較催淺的 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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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間我覺得可以學習的地方真的很多 除了是 在想一個比較有規模的提案 然後還有 去跟客戶溝通 或中間經歷到蠻執行的 細節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覺得 就是有很多學的心情 好 你繼續講 差不多就這樣 就是 參與到 就學到 因為像是代理商的 蠻多面向都有學習到 然後就覺得 很開心 就四個月 算蠻短的 可是 學到的東西 比我想像的還要多很多 你有碰到 創意的部分 有碰到 數據分析的部分 有碰到 客戶溝通的部分 有感受到 職場的這個節奏感 冠榮 你有學到什麼東西嗎 我自己覺得比較大的收穫 還是在 整個提案的架構 就是 架構必須要怎麼講 那如何去說服 客戶 然後或者是說 其實我在參與的 某一些轉案 可能有些東西是我負責的 在與客戶 就是溝通的時候 也是我可能必須要接觸到 以及面對到的問題 其實很大部分會在邏輯上面 而不是單純的創意 因為其實提案結構的 會更多會是商場上的邏輯 怎麼樣去理解客戶的問題 怎麼樣提出一些解答 好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有沒有想要對 就是之後 可能對行銷有興趣的學弟妹們 或想要近代理商的學弟妹們 如果要一句話的建議的話 我會講什麼 不要怕累 簡單加深這個行業的刻板印象 你不覺得嗎 好 不要怕 不要怕累 好來 準備好新鮮的肝 還有一顆強大的心臟 強大的心臟 新鮮的肝 對 好啦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們之後有什麼打算 就是之後會去到一家外商的FMZG 然後去做品牌的管理跟行銷 那你覺得這邊的經驗有幫助嗎 絕對有 非常的有幫助 絕對有幫助 真的很有幫助 嗯 嗨 我媽 要去瘋狂的 瘋狂的旅行 瘋狂的旅行 對 瘋狂的旅行 就是冠榮畢業之後 因為他要等大兵啦 對 我覺得之後不管想要去哪邊 這邊今天應該會有些幫助 如果還想要留在行銷這個領域的話 好啦 來那個 最後感性時間一下 其實冠榮應該待了五個月 然後 Cindy待了四個月左右 其實都算是在我們團隊待滿久的先生 那其實 應該要講這一題其實裡面 還有一個前輩 就是現在在長進的赫赫啊 喔對 赫赫其實在我們團隊應該算待了一年吧 赫赫畢業之後就會直接加入 加入我們團隊 所以其實也 像之前出現過的Vicky 也是從實體生開始做期 之後就轉正式 那我當然覺得就是 好的人才我都會蠻希望 能夠一起走一段路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是想要在 這一個環境 就是想要做代理商 然後想要 比方說專注在創意這件事情上面 但是我覺得 只要在行銷這一條路 或者這個很大的 這個站長裡面走 其實都會需要這些經驗 跟需要這些思維啊 就不管是做品牌 做代理商 這些都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留下所有的人 就包括現在的正職可能也是 但是我還蠻珍惜就是 可以一起走一段路的每一個人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你們進來你們當然 可能有一些收穫 有一些學習 但對我來講 其實也是有些學習的 就是跟不同時代的人相處 然後去理解說 每一個人的腦袋 裡面會想出什麼樣不同的創意 然後去理解怎麼樣帶人情 我帶的人可能會是 可能有些是工作一陣子的人 有些是孩子學生的人 其實每一次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也都會得到一些新的刺激 和新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講的事情就是 就是之後就是 不管你們想要往哪邊走 就是這個地方你們既然待過了 你們隨時都可以回來 隨時都可以回來 不然是有工作 但是隨時都可以回來 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我們公司就在這邊 不會不會 應該是短期間不會改 不會不會 換家 短期間不會改變 所以就是歡迎隨時回來 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在這邊吸收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好像 應該不會有新的實習計畫 所以看到這支影片 如果你想要進來的話 等一年 等一年 可能啦 就是追蹤我們IG 追蹤我們的Youtube 就是如果有任何新的這些實習的機會 或工作的機會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做分享這樣子 好啦 我們就在這個優雅的月身中 跟大家說 跟大家說 對 我們又拿一個蠟燭之類的 珍重再見 好啦 就是希望大家一路 不是一路好走 是 希望大家有那個 好的收穫 然後帶著好的東西離開 然後在這個長長的路上 就記得我們 記得我們 記得在這邊 恐怖的日子 地獄般的生活 好啦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或者是對行銷有興趣的人 都記得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好那就到這邊囉 掰掰 然後之前你們兩個在結案報告的時候 我也都有就是 幫你們tag出來 然後我收到大概四五個訊息 問說 慣人是不是蠻可愛的 那你要不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蠻可愛的 這真的 不好說 換一個不好說 你現在單身嗎 喔我現在單身啊 你現在單身喔 你有什麼摺偶條件要跟人家講 長頭髮 幹嘛你奧 有頭髮有提示嗎 沒有頭髮的就不行嗎 哈哈 呃 就單純長髮控 因為我前兩人都有長髮 太detail了 太detail了 你不是要這種 可是你不覺得應該 前兩人都竟然都分手了 你不覺得說不定是沒有長髮的人 喔 這我回去想想 你不會覺得是否 你不是無法 是不見 你不覺得 Über 這句話 你不覺得過 你不覺得過